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人前往西天取经 他们相依为命 一路上克服重重困难 虽然偶尔还会互相打闹 有一天 师徒四人又累又饿 就在此时 前方出现了一个小村庄 徒儿们 请你就先放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哇 师傅呢 去前面村里探探路啊 好的 师傅 慢点 师傅 快去快回 耶 给你休息 快休息 休息 休息 徒儿们 把行李放着啊 师傅去前面探探路 一会儿就回来 臭胡子 你怕会打下来 说什么 你这个死猪 耶 你这个死猪 甜甜的 嗯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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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一个人都没有 我去天上搞点吃的 狗狗狗 走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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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就是吃了可以健康长寿的仙桃吧 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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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 带一个 带一个 这个死猪还在睡 还在睡你 什么香味 甜甜的 没有什么味儿啊 有什么瞒着我们 跟他说 跟他讲了白讲 有什么味儿啊 师傅怎么还不来啊 我先去看一下 师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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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悟空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 我去找师傅了呀 原来如此啊 我们出发吧 出发出发 这头死猪 死猪 起来了起来了 天天睡就知道睡 师傅你回来啊 拿好行李啊 哦 哦 沙不静 出发了 嗯 谁偷吃了我的东西 师傅是不是你 你以为我是猪啊 天天就知道我吃 才不是我呢 沙不静 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东西 独点 喜欢吃点的 这个人真的是有毛病 师傅 不会是你吗 哈哈哈哈 如果我知道 桃子在哪里 我早就吃了 我不知道 各位朋友 谁偷吃了我的仙桃 师傅没有吃 死猪也没有吃 沙无尽 都没有吃了 到底是谁 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一定要留言告诉我 好 快点